俄羅斯總統普廷向來霸氣四射 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打冰箱區棍球當然也是難不倒他 之後他帶領傳奇隊 對上由俄羅斯政治人物和企業高層組成的球隊 普廷一人得了至少八分 表現精彩 再後他開心的繞場和球迷揮手卻意外出糗了 這一摔 普廷的硬漢形象和他一起落地 滑倒的畫面不停在社群平台上轉發 超過百萬人觀看 雖然很糗 不過普廷似乎沒有受傷 已經66歲的他還是得多多注意安全 沒有受傷 表情 不停在社群平台上轉發 已經很糟糕了